十一长假带动了大陆很大的旅游热潮 那也希望让大陆整体前阵子比较沉寂的内需消费市场 也可以整个火热起来 那当然在这里头跟台湾有关的 是开放了一个大陆到金门去观光的 算是小门 但是不管这个门多小 它也至少是一个对两岸比较往好的方向进展的一个契机 那大陆的这个在彩点团之后 十一长假也有了一百多人的旅行团到金门去旅游 那因为我们知道金门其实是跟这个整个福建 从建筑各方面的文化都非常的相通 那大家去也觉得很亲切 再加上金门人也特别的好客 有时候特别对大陆的朋友们完全不分彼此 所以去金门旅游不管是吃东西购物 甚至去看一些景点设施 一般来讲大陆观光客的满足感都认为相当不错 CP值也不错 所以大家这次看到大陆十一黄金周的那种火爆 其实台湾的旅游业者跟除了金门以外的各地方各县市 大家都很眼热就很希望说大陆的观光客 这个非常具有消费力的族群不是只去金门 可不可以到台湾来呢 可是问题是现在赴台旅游的开放 它是双向的 民进党政府它不愿意释放出来一些善意 甚至一些橄榄枝都不肯接也不肯递 台湾有一家媒体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其实台湾有高达50%以上甚至六成的民众都非常的忧虑 觉得两岸的关系越来越不妙 赖清德上台以后越来越紧张 对两岸的忧虑程度也增加了 两岸关系最大的坏消息跟不定时炸弹 其实是在赖清德身上 这一点台湾方面当然觉得蛮遗憾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又很希望能够两岸关系更好一些 两岸互相的旅游交往可以更顺畅一点 所以可以讲现在的领导人 台湾的领导人跟民意其实是完全是走相反的路 这也是现在大家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另外我们倒是也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情况 就是越来越多台湾的乡村营造业者前往大陆去创业 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湾这几年 也非常的关注地方创生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这个名词在台湾叫做地方创生 可是在大陆其实就是乡村营造跟美丽乡村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台湾可以说有了很多在地方的经验 而大陆的村子又非常的多 像光福建一地就有一百个村子 都有台湾的团队在那边进驻 也让台湾包含这个设计跟建筑产业的年轻人 有五六百人都有很好的工作跟发挥长才的机会 我想举个很感人的例子 就是说我在福建碰到一个台湾的小团队 他们在大陆的一个村子里面 协助他们推广在台湾很熟悉的土地公文化 他就会做出文创品牌 把神像做成可爱的宝宝 Q版 吉祥物等等 然后又可以跟当地的乡民大妈 不是喜欢跳广场舞吗 所以他们就会特别针对土地公 或者是月老文化编有趣的歌曲 最感人的就是我看到他们那个影片 我都哭了 是因为当时因为他们去很早 已经有六七年的部分 结果在遇到疫情的时候 都不能回台湾 当地的他们去乡村里面 有跟他们一起服务 一起做乡村振兴 做设施改造的一些老人 就跟着他们一起哭 而且就跟他们讲说 没有关系 你们回不去家里 你们就把我们当成你们的阿嬷 当成你们的阿公 所以等于说 这些台湾去的年轻人 他们远渡海洋 跨越海洋到了大陆去 可是他们在当地 也找到了他们自己的亲人 在最寂寞的时候 也得到亲人的陪伴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 就可以展现出来 两岸非常真实的情感 也可以说两岸的文化 雪脉的相通 是没有障碍跟距离的 光福建 台湾才去100个村子 就有了很好的成绩 可是福建有9000个 将近上万个村子 所以显然空间还非常的大 台湾如果能够去大陆 做这个很接地气的 乡村营造的工作 其实也是一种 两岸交流很好的项目 另外一方面 你去到这种乡村里面 又会产生很多 血脉相通 文化相连的这种感情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 现在在两岸 比较紧张的情势底下 一个比较正向的发展趋势